而如果你是迪士尼或漫威控 现在不用出国在台北市 就可以体验在国外的氛围感 这家美式餐厅呢 不但有满满的桌边商品 让大家拍好拍满之外 餐点一点都不马虎 业者超佛心的推出超巨份量 就是要让大家吃到饱 成装容器更是特别 有行李箱 工具箱 还有卡通饮料杯 每天店里面都是高棚满座 在台北市虽然有一秒 来到迪士尼乐园的感觉 而且打开这扇门 可以看到 哇 高风满足的 我们就赶快来问问 看大家的心得吧 这是迪士尼主题 就是这一次 然后后面有很多熊抱哥可以拍照 而且那边还有很多吊饰 最好是可以自己搭配 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样的 第一大一面是用那个后备装盘 就很特别 打出它的特色 然后会让更多人想要来这家餐厅用餐 没错 刚刚少女妹妹们介绍 少女心大喷发的这些餐点就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它的容器超级特别的 这是一个行李箱耶 我们现在马上来开箱一下 好的 前后我帮你做个介绍哦 这边呢我们是鸭胸早午餐的部分 那进到部分会有四种 这个宝藏箱这样打开 视觉效果很震撼耶 东西很多耶 它为了要填满这个箱子 所以你的量给很多耶 对 汉堡的部分 是真的工具箱吗 是 它是 这个的话是货柜箱造型 它是明太子干贝的意大利面 我们是三种面的混合 它有蝴蝶面 鼻管面跟贝壳面三种 不是只有这个壳好看而已 它的里面也是满满丰富的配料 都有经过精心设计的 有五个大干贝耶 对 它是沙拉船 它是鸡腿排沙拉 就是整只的去骨鸡腿 这几人份 其实我们老板都是以一人顺为出发点 他是希望大家可以吃饱再回家 这假面 对对对 没错哦 外表看起来是可可的爱爱的迪士尼 但是老板他还是兼顾了台式的精神 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吃熊爸 我们外面的主题会定期做更换 那这一次刚好搭配熊爸哥 有做一个海鲜抱抱锅的部分 那它是甜菜跟基底维海鲜炖饭 然后它这边部分的话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有很多种海鲜 九孔两个 然后整只的鱿鱼 鱿鱼还整只 对 然后还有虾子的部分 然后还有扇贝跟鱼条 前面这个小电锅也是超有巧思的耶 对 它是南瓜蛤蜊起司浓汤 超级可爱的电锅 我真的好好奇这些东西到底要哪里买哦 我们这边部分有些呢是订做的 那有些就是老板上网慢慢找的 那这边部分的话就是我们饮料杯啊 都是用上方的造型杯做盛装的 它都可以依你自己的喜好做挑选 老板出国我们就会带回来 有时候是员工出国会带回来 然后有时候是代购的部分 然后都是环球啊 迪士尼啊 带回来的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出国 你看来这家店什么杯子都让你找得到耶 那就是为了让公平起见 所以就附了一个小杯子 也太贴心了吧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让你吃亏 什么东西都一定要给你吃到饱 饮料也要喝到饱 会有蛋糕 小小碗糖那小饼干的部分 而且旁边还有一台很浮夸的卡车 而且你看这个小车车还可以开耶 它里面有几种炸物啊 它将近有十种的炸物喔 我本来真的是有一个阿嬷的心耶 没错 它很怕大家吃不饱 吃饱喝足 还可以手做 你看这整面的吊事墙 你看这个是大米小树里面的小白 还有副肉饼 黑色的 一样黑色的 对 ok 好 那再帮我选一个链条的部分喔 很可爱 那这边还要補拿盒耶 这边 蠻牛 麦香 奶茶 那这边的话字母猪就可以穿上自己的名字啊 然后这边也有那种有爱心的部分了 现在要完吊事了 要来考验美感 所以现在把这个圈圈打开之后呢 打开之后呢 就是按照你喜欢的顺序 就是把猪猪摆进去 那第一步骤先把这个小的圈圈摆进去 对 然后再来就是Easy的喜欢把猪猪摆进去 很好看耶 黑金黑金的 你那一条真的很酷耶 可甜可咸 也可酷 可爱又好玩 好吃的美式餐厅 等你一起来体验迪士尼 不用出国 也可以在台湾玩喔 好 好 好